一定要按 for 是否 如果按 4 的话你 VBA 就不见了 前面好像讲过 那 for 的话记得存档类型 一定要启用具浏览一下 浏览一下 然后启用具 这边一定要改成启用具齐的活跃部 再按储存 否则的话你刚刚的 VBA 就不见了 因为按 4 他就直接存成 原来那个格式 原来格式就是 XL SX 他这个格式里面没有 VBA 一定要 XL S M 才可以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这个细节没注意到 像之前有同学就存存 然后一跳出来 是否就选是完蛋 你的 VBA 就不见了 所以按 for 然后一样浏览一下 把这边就先存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另外一道题 这边的话请各位开那个 稍微有点复杂度更高一点 就跨工作表了 所以教师研习统计表 那这一题其实蛮好理解的 旋转一是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 有20位老师 旋转二是他有参加研习的时数在这里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说这个老师他有没有参加 参加几小时 那你要看一下王庆路没有 那你就零个小时 李世远 有1.5小时 不过大家不是图宝链刚 你要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这边弄个公式 自动就把结果过来 OK怎么做 这第一个 那目前各位可以看一下 目前只有一次研习 如果呢我要更复杂一点 所以请你把 旋转二复制按按键键 把它改成旋转三好了 如果说我今天又再增加一个研习 入门改成进阶好了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哪两个老师呢 刚好前后的那个进阶 OK 进阶教学呢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这两个没参加 所以把它删掉 然后这边的话 编号把它重新编一下 一按按键键 然后这边研习时数 全部改成两个小时 不用按键键 那一个入门吗 一个进阶 请你帮我加转过来 又更复杂 所以刚刚如果一次还蛮简单的 如果两次的话怎么办 如果我要把后面这两次研习 那如果我希望 请你帮我找到这个人 然后呢他有没有参加 帮我加到前面去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如果你不会用三米辅去给加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 这边的话呢 会有跨工作表的问题 所以插环数的时候一样 选择三米辅 所以最近使用过三米辅 Range 范围 我前面讲过嘛 跟Criteria是一组 哪个范围 要找的那个范围 找谁呢 找这个老师 加的话呢 是把实数加回来 那问题来了 要找的那个人的范围 在这边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会有跨工作表的问题 有没有 选择二 选这个范围 找谁呢 找这个老师 那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个地方会向下填满 向下抓下一个 下一个其他老师的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不要锁起来 那加总的话 特别是加 加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范围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哦 但是还有个问题 就是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因为向下填满 会去算其他的老师 有没有参加 所以呢 特别是这个范围 你要按F4 把它锁起来 如果没有锁的话 那你等一下 这个范围会跑掉 所以把这个 我习惯是只有锁列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吧 把其他老师的 第一个入门班的 加总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李世远的 加过来 陈世杰加过来 但是问题来了 那进阶班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进阶班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公式 复制 有没有 然后加上 贴到后面 但是呢 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 会有跨工作表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 已经把它改成序值三 所以这边 你也可以把它改序值三 这边也可以把它改序值三 那因为少了两个老师 所以这边十六 把它减二 十四 这边再把它减二 有没有 OK 那一样是找那个老师 有没有参加 打个勾 所以向下填满 全部加完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地方 就是它是跨工作表 那工作里面 其实蛮多 其实都是跨工作 甚至跨工作部都有可能 所以呢 怎么样 可以把教师延习 实数统计表这部分 做出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好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序值二 复制一个 然后把头跟尾的老师删掉 时数全部改成两个小时 还有就是第一次入门 第二次是进阶 的